行政長官梁振英啟呈前往北京政協全體會議星期一會表決 他出任政協副主席的提名 提名如果在閉幕會上獲通過 梁振英就會即時成為政協副主席 梁振英的問題就不是他幾年挑起港獨 香港起動樓都三五七年規劃 所以港獨和社會矛盾問題就是十幾年來累積 梁振英想解決 梁振英的支持度不是少 不過反對他的人很多 為什麼呢? 任何一個特首想碰這些十幾年都聚集下來的問題 一定很多各式各樣記得累積反對 這就是現實 除非找個容財去治港 如果領導人做好的事我們支持 如果有錯誤或者爭議性 留待歷史去判斷 例如梁振英限乃令這個雙非我們支持 梁振英為了香港付出很多 那些人不顧道德 禮而廉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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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有兩者 禮也廉恥 禮而廉恥 禮… 最初是抵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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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抵抗 禮以廉恥